前不久啊我们栏目组接到一位来自湖南永州朋友给我们打来的电话 他说他现在对待的心愿就是找到自己的妻子 然后与他离婚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离奇的事情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为我们做的外场条件 接到彭先生的诉求电话 我们十分担忧 为了帮助他解决问题 我们立即赶往湖南永州 我老婆已经一个多月没看到他人了 这个是我儿子 这个人犯子把我儿子给拐走了 他这是什么情况 就是因为我老婆 他没有把小儿子看好 他在一个多月以后 现在他人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据彭先生所说 2012年10月20号下午4点左右 他家里因为修新房子 所以请工人吃饭 当时他正在家里炒着菜 而妻子负责带孩子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孩子一个人悄悄跑到门外去了 不久 一个陌生女人拿着玩具和糖果 逗着孩子玩 而妻子却毫无察觉 小孩子一见到玩具和糖果 第一反应就是跑过去 这穿黑衣服的女人 一见到小孩上钩了 立刻就将小孩抱上 搭着同伙的摩托车 离开了事发现场 孩子丢了 彭先生痛心之余 就是对妻子的责怪 如今孩子不但没找着 妻子还消失了 对于家庭的变故 彭先生无法面对 执意要找到妻子 跟他离婚 今天我们的彭先生 也要自然来到了 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现在有请彭先生上场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事情的经过 有请 您好 彭先生 来请坐 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想跟我老婆离婚 就是因为她没看好 我的小孩子 被人犯子拐走了 还有就是 我想请你们帮我 找回孩子 你有多长时间 没有见到妻子了 有一个多月了吧 那我们回忆一下 丢孩子的经过 孩子今年多大了 有两岁了 当时你在做什么 我当时在家里面炒菜 那你妻子当时在做什么 当时她应该在带小孩子吧 大概是多长时间 发现孩子不见的 有四五分钟 你看她的时间 那么长时间了 她都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去寻找的 刚开始是她去寻找 我不知道她怎么找的 后来我是寻魔的时候 在巷船里面找 跑了很多地方 都没有发现过小孩子 那后来报警了吗 报警了 警方赶到巷船 然后就带我们去 录了口庚 发动行政 很多人都去找了 除了这些呢 你们家里人 还为这件事情 做过些什么 小孩子掉了第二天 我们就贴行人启事 在网站里面 登行子启事 还有就是钢视台 家里人对于孩子 丢了是什么态度 都很着急 我是比较着急的 当时丢了 我哭了一晚上 都是因为她没看好 小孩子离开她的事项了 她都不知道 这不是她的错吗 可是你要知道 孩子丢了 妈妈肯定也很心痛 也很着急 你这个时候再去怪她 那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孩子丢了一个多月以后 她也不见了 她也没考虑过我的感受 她为什么不见了 在这之前有什么征兆吗 孩子丢了以后 她经常对我发脾气 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 我多吃了一碗饭 我吃了两碗饭 她就对我发脾气了 她说我胃口怎么那么好 还吃得近两碗饭 为这个事吵了一架而已 后来她就不见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回了娘家 或者去她的好朋友家里 我去她 我丈母娘家里面去找过她一次 但是我丈母娘说发阴阳怪气的 估计是他们把 把我老婆藏起来了吧 你跟她娘家人的关系怎么样 也不是很好吧 她妈妈一直都对我 看不起我的一样好像 是从你们结婚以来 就一直是这样的态度 还是丢了孩子之后才这样 一直都是看不起我 我老婆生孩子嘛 我丈母娘说去照顾她 到一样里面 她什么事都不做 还要我给她们做饭啊 记得有一次那个晚上 我老婆她要发面嘛 我就送她去洗手浆了 然后小孩子刚生出来 也没多久 就在那里哭 她的母亲也去抱一下 你到现在还觉得 丢孩子全部是妻子的责任吗 除了我妻子 还有我丈母娘一家人 也有一点责任 为什么孩子丢了 被人贩子拐走了 是妻子跟丈母娘的责任呢 孩子不应该是你跟妻子 那天我儿子本来是要睡觉了 孩子快睡着了 就是因为 所以我丈母娘她们一家人 都跑到我家里去 帮我儿子吵醒 如果当时丈母娘 没有去你们家的话 孩子在睡觉 那么孩子就不会丢 你是这样想的对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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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